台湾台北市延平南路 有一栋被高楼环绕的历史建筑 台北市中山塘 历经80多年风雨 这里每一片瓷砖 每一寸水泥都仿佛凝聚着历史的回响 比如1945年8月15日以后 会堂前民众庆祝抗战胜利的欢腾 以及当年10月 会堂内接受日本投降的庄严肃穆 近日 中心社记者跟随导览员的脚步 探访这座兼具政治 文化 艺术价值的台北市中山塘 建于1936年的中山塘 前身为台北工会堂 原指为清朝台湾建省后的布正史丝衙门 日据时代被拆除改建 工会堂主体建筑有四层楼高 既有欧洲古典主义的特色 同时也运用了大量亚洲的传统建筑造型和装饰元素 一楼的中正厅 昔日被称为大集会室 为整栋建筑的主体 挑高的设计原可容纳2056人 现设置1122个固定座椅 是极具规模的室内集会空间 中正厅它早期算是大型的集会场所 目前的话它是以艺文表演的活动空间 租借场地为主 二楼光复厅当年称为大宴会场或大食堂 是举行高级宴会的开放空间 1945年10月25日 这里成为中国战区台湾省授祥典礼举行地 日本投降代表台湾总督安腾利吉 向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怡 成帝降书 陈怡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 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军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 光复厅的部分早期是叫大宴会厅 那在当时它是作为一个举办宴会的地方 那里面是二三楼挑高 所以是一个蛮富力弹簧的一个景点 那现在呢叫做光复厅 它是因为早期就是日本人离开台湾 那这个地点呢是接受祥书的地点 所以呢就同时把它改名叫光复厅 二楼另一侧的堡垒厅当年被称为贵宾市 目前由文化局以公办民营的方式乘租 作为专卖餐饮的堡垒咖啡厅 厅外的露天阳台居高临下俯瞰广场 台湾光复后的1946年 蒋介石在中山堂向三千余位台湾民众代表 发表光复节演说 广场上则有数万台胞聚集共庆光复 这边呢是二楼堡垒厅的一个露台 那这里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蒋介石三次当选总统的时候呢 他会在这边接受底下所有民众的一个 算是挥手致意这样子 那广场的部分呢 这个扇形广场是在1999年的时候呢 我们请设计师重新规划 所以呢您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 抗战胜利皇复纪念碑 那它是一个无字碑 加上旁边的山墙水械跟团圆池 那目前的话它是一个市民活动的一个空间 所以在这边你不会看到有一些车辆的进出这样子 然后在这上面也会有一些艺蚊表演的活动 中山堂外运用了大量瓷砖 砖面刻出勾纹 并且选用低调的浅草绿色 除了美观的考虑外 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成为空袭的目标 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我们的二丁挂面砖 所以你会发现它这个二丁挂的面砖是一体成型 那颜色的部分呢不是因为它已经80几岁 而是因为在当时期它是在1936年落成 所以为了要保护这栋建筑物 所挑选的这个国防保护色 那43条沟合的部分呢 则是因为除了在颜色上面保护它 希望它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呢 也能够防止折射 然后进一步再保护它 中山堂中央楼梯墙面挂着已故艺术家 黄秃水先生的水牛群像巨幅雕像 该作品以芭蕉园水牛木桶 刻画出台湾特有之亚热带风情 是中山堂的镇堂之宝 历史光环显赫的中山堂 如今成为民众游乐休闲的场所 一楼中正厅及二楼光复厅 常年大小表演不断 三楼设有台北书院 教授修行学问艺术生活四大类课程 二三四层分别有餐厅 茶访和咖啡厅 常有市民或游客来这里感受古迹的典雅风味 尽管中山堂不再具有昔日的政治地位 但每一转角 每个回廊都娓娓道来着中山堂的风华 每一片瓷砖 每一寸水泥 在见证台湾岁月变迁的同时 仿佛也在提醒人们铭记历史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未经许可, 入职时 资格迹总的调子 未经许可, Hungry 仍然在古秋 珍姐 投票 未经许可, 经许可, 经许可, 亚宝和美丽 未经许可, 毫至少 未经许可, 当你不回家 未经许可, 当你不回家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 期待